我的天 如果真如你 賴清德舉的這個例子 大陸武力飯台是洪水 那也就是說 只有你這艘諾亞方舟能夠救人 請問諾亞方舟上面能救的多少人 那玩啦 台灣人玩啦 你們你們完蛋了啦 台灣人完蛋了 2300萬人大部分都GG了啦 只有少部分能上賴清德這一艘 這個民主方舟的能夠得救 其他人都GG吧 你們活該 你們這些韭菜活該 到底賴清德的方舟名單上面 會有哪些人呢 賴清德自己 不知道沈黑熊可不可以 然後蕭美琴也 搞不好應該可以吧 顧立熊搞不好可以 蔡英文我就不確定可不可以 你以為你民進黨就能上這個名單嗎 不一定喔 賴清德的 賴清德的小孩 賴清德的兒子 是不是在美國現在 他就是在美國 還有賴清德的孫子是在美國嗎 賴清德是美國的阿公耶 要我們台灣人去拼 他自己無後顧之憂 這樣好嗎 真贏了 他再回來 真輸了 那抱歉了 皇上就去美國了 去加州的海灘 報孫子曬太陽 那你們這些台灣的這些 黑熊還有韭菜 還有青鳥 你們自己好之為之吧 賴清德出席的基督教叫做 弗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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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方舟計畫民房訓練活動 好 他表示啊 委員會每三個月開一次會 因應哪天大陸真的武力飯台 洪水真的來也能臨危不亂 我的媽呀賴清德 我個人不是基督徒 我對聖經我了解的很少有限 但我也大概知道諾亞方舟的故事 上帝要弄大洪水的嘛對不對 懲罰這些人的貪婪還什麼樣對不對 那諾亞就方舟啊 就把這個什麼一些動物啊 還有人啊 就救到這個諾亞方舟上 那世界末日的時候 能夠上這艘諾亞方舟的人 能夠得救啊 所以這個叫做 弗摩薩學院方舟民房計畫 我的天 如果真如你在清德舉的這個例子 大陸武力飯台是洪水 那也就是說 只有你這艘諾亞方舟能夠救人 請問諾亞方舟上面能救的多少人 在諾亞方舟的這個故事裡面 大部分的 不管是生物 人類 是掛掉的 是沒了 是被洪水給淹滅的耶 只有少部分能上這個方舟的 能夠被救贖 那如果真的兩岸的這個武力飯台 真如賴清德講的是洪水 諾亞方舟那個時候的洪水 一般的這種災難 那玩啦 台灣人玩啦 你們完蛋了啦 台灣人完蛋了 2300萬人大部分都GG了啦 只有少部分能上賴清德這一艘 這個民主方舟的能夠得救 其他人都GG吧 你們活該 你們這些韭菜活該 賴清德已經跟你們講得明明白白了 這個叫做方舟民房計劃 只有能夠上這一艘諾亞方舟的人能夠得救 其他人都會被中國大陸武力飯台的洪水給淹滅 不信嗎 不信你們自己去看聖經諾亞方舟的故事 是不是這樣講 那這也是賴清德總統的舉例 我的天 好吧 真的如果洪水真的來了 我們就趕快看看 掛一下這個黑熊的旗幟 我也是民主的看看能不能上方舟 但是能上這一艘諾亞方舟的 畢竟是少數啦 大部分的人都上不了這一艘諾亞方舟啦 可悲啊 可悲啊 那你覺得誰可以上這一艘方舟 賴清德自己 不知道沈黑熊可不可以 然後蕭美琴也 搞不好應該可以吧 我不知道蕭美琴可不可以 顧力熊搞不好可以 蔡英文我就不確定可不可以 到時候 蔡總統你可能 是不是自己要跟賴清德好好 對不對 拌拌一下好不好 以往的這個舊院 就拼計較了 清德兄啊 這一艘方舟也留個位置給我吧 還有一個人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蘇貞昌我也不知道他上不上得了 那個賴清德的方舟 到底賴清德的方舟名單上面 會有哪些人呢 這種時候 這個時候就要看你跟賴清德 賴總統的關係了 比如說 最近台南這個 2026年那個縣市長選舉 台南的這個初選 已經開始 檯面下已經殺的刀刀劍骨了 林俊憲應該就可以上這一艘方舟 至於陳亭飛嘛 你可能不太能夠上賴總統的方舟 你自求多福吧 哈哈哈哈 好啦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賴總統的方舟名單 到底有誰 你們自己要爭取啊 不然你以為你民進黨就能上這個名單嗎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我記得 今年總統大選之前 我在藍綠白三個場子的造勢大會 我都做過街坊 我在三個造勢大會我問過一個問題 我說請問你覺得 藍綠白這三組候選人 誰最能維護兩岸的和平 我問過這個 感覺是很廢話喔 果然很廢話喔 我問了 就你覺得藍綠白三組候選人 誰最能夠維護兩岸的和平 柯文哲的場子 就說柯文哲最能夠維護兩岸和平 侯友宜的場子 就說侯友宜最能夠維護兩岸和平 OK Fine 我都理解 我到賴清德的場子 我問這一題 你覺得誰當選最能夠維護兩岸和平 賴清德 只有賴清德才能維護兩岸和平 就是台灣要民主 民主才能維護和平 只有賴清德 讓侯友宜柯文哲 就把台灣給賣掉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全力挺賴清德 賴清德才能最能夠維護兩岸和平 反正就差不多這種講法 我傻了 我沒想到這種同溫層這種效應這麼厚 哪怕像這種議題在賴清德的場子 他們也覺得賴清德最能夠維護兩岸和平 所以我跟你們講 他們真的覺得賴清德可以維護兩岸和平 也就是賴清德這個論述 他說不簽和平協議 我們用實力來保護兩岸和平 真的有 他的支持者真的如此相信 這樣可以維護兩岸和平 我們覺得匪夷所思的事情 他的支持者真的如此相信 這也就是賴清德 他會這樣把他的基本盤給鞏固個牢牢的 真的有人相信他這樣兩岸就得分了 他在把什麼白的藍的給抹得亂七八八 反正白的現在也趴了 客人就沒了 青草 青不是青草 小草都變回頭草了啦 小草都變青鳥了 都回來都是我的啦 所以我這樣一操作 未來還不是都是我的 我的權也鞏固了 然後我的名義也鞏固了 因為我覺得我可以尾巴咬狗 我用我的這個理念方式 美國日本都可以鞏固我的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一套這個小圈圈的決策圈 就覺得自己是自己宇宙的中心 我也不知道 反正那些人就覺得 最厲害 反正解放軍隨時要垮 中國隨時不行了 那美國停我們停的要死 反正就這樣 就每天就這樣活在這個訊息裡面 所以他真的這樣覺得 他可以創造台灣的這個 這個主體意識的未來 成為台灣的這個國父 名權他都要掌握在手裡 所以賴清德宣誓不簽兩岸和平協議 圖什麼 圖他個人的名 圖他個人的權 犧牲的是什麼 犧牲的是我們台灣人的利益 當然對賴清德來講 他可能就不會 我們值得我們應該的 但是我又問 請問有多少台灣人能夠搭上賴清德 你的這一艘清德方舟呢 如果真的兩岸打仗的這個洪水 你自己都舉這個例子喔 兩岸打仗的這個大洪水來襲 有多少人能夠上你這一艘方舟呢 根據諾亞方舟的故事我看大部分的人都要GG吧 可悲啊 可悲 好賴清德說 絕不簽和平協議以實力必戰 我們來看PTT網友怎麼講好不好 好 草包國防部長連 中國小艇都攔不到 對啊 網友說得好 我們賴清德說我們要用實力必戰 中國大陸這邊 他沿岸隨便一個人開一個小艇橡皮艇還是什麼艇就來 就馬上就到我們的這個岸邊還開進來了 我們也沒攔到啊 那我們有什麼實力來維護和平 我們連人家橡皮艇都攔不到維護個屁啊 維護你個屁股 好 然後賴清德說說得好 正副總統家人子孫都去美國必戰 賴清德的 賴清德的小孩 賴清德的兒子是不是在美國現在 他就是在美國 還有賴清德的孫子是在美國嗎 賴清德是美國的阿公耶 他是美國阿公耶 所以他到底是在 要我們台灣人去拚 他自己無後顧之憂 這樣好嗎 有多少台灣人能夠把他的這個小孩 送到美國或什麼 或者有多少台灣人他有兩本護照的 他有退路可以選擇的 大部分的台灣人都真的是以台灣為自己的家耶 那你的這個政策是讓台灣人至於戰火的風險之中 你要維護個台灣什麼屁和平 真的是 好 宗教的民防活動十字軍嗎 皇上會御駕清真嗎 好笑他御駕個屁啊 他到時候要上方舟先走了啦 就你們去給他爭啦 你們爭贏了他再回來 爭輸了那抱歉了皇上就去美國了 他就去加州曬太陽 去加州的海灘 抱孫子曬太陽 那你們這些台灣的這些黑熊還有韭菜還有青鳥 你們自己好之為之吧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